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聊聊我對於目前顯卡市場的看法 然後順便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入手的哪一張顯卡 你們一定想說你什麼咖啊幹嘛聽你講這些 跟各位講講我的經歷,前往不要被嚇到 首先我也好歹算是半個科技開箱YouTuber 然後我長期在PTT的硬體交易板上潛水 如果這個也有教練證的話我應該早就拿到了 再來我早在2016年就有開始使用我那時候的GTX1060挖礦 但是挖了一個多小時沒有挖出個所以欄 然後因為怕被媽媽念浪費電所以就放棄了 要是我有遠間一點然後不理會媽媽的唠叨堅持硬挖 現在應該早就耳龍了 除此之外我每天沒事就是觀望原價屋 PC Home24小時或者Momo之類的電腦硬體價格 畢竟成功等就是要為了未來做好準備嘛 我從小早就已經規劃好我種樂透之後的生活 所以平時逛逛要買哪些東西應該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反正我對於電腦零件的價格應該也能稱得上是行家吧 其實目前顯卡的價格在我看來已經跌到一個很不錯的價位帶 不是合理喔是很不錯我的很不錯就是指它的價格 比官方剛出來的時候定價還要低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大家可以當作參考 假設現在的市場上RTX3090的平均價格是4萬塊 那我就會覺得RTX3090這個性能它就是只4萬塊 那當然如果顯卡的需求很高 然後它的價格溢價到每張平均可能8萬塊好了 那我就會覺得目前這個性能大概就是只8萬塊 因為對於有需求的人來說它就是非花這個錢不可 當然如果它漲到8萬塊的話 想想我好像也是沒什麼需求了啦 給各位看看我三月多買的RTX3080Ti Trinity OC 4萬5千塊耶 因為我當時就是覺得這個性能值這個價格 然後我們點進去看看現在的價格 才過4、5個月直接少2萬塊到底是怎樣 不過你問我後悔那麼早買嗎? 我告訴你,絕對後悔 這次我入手的這張Zotac Gaming GeForce RTX3090 Trinity 在拍賣網站上的售價是29990 在其他地方應該還有機會拿到更多折扣 如果是4、5個月以前它應該還要6萬塊左右的價格 那現在入手直接省3萬 與那張RTX3080Ti跌的2萬抵銷 我入手的這張3090加起來還現賺1萬 欸?這麼說假如我買第二張開始 就是每張卡可以賺3萬 哇靠!給我發現財富密碼了嗎? 不說了,我先去下單,掰掰 唉,我剛剛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耶 我買一張卡賺3萬 然後我買一張卡要先花29900 那忙個半天我不是才賺多少錢而已 還是算了? 好啦,不鬧了 等等我會帶大家來看看我這次入手的二哥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3090 Trinity 到底與它的地理RTX3080Ti差在哪裡?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還是要來談一個嚴肅的問題 二手顯卡 各位,現在40系列的顯卡還沒出來 正常玩家應該是不會換卡啦 那麼二手的顯卡很高機率就是礦卡 正常玩家一天頂多就打到5個小時的遊戲吧 如果說電競玩家可能一天就8個小時吧 真正讓顯卡發揮權力的時間也頂多就2、3個小時 其他的時間差不多就發8成功力吧 尤其是像3090這種 搞不好整天的工作都是他翹著二郎腿完成的耶 礦卡不一樣,就像是被納粹壓迫的猶太人 每天就是操爆 你叫愛因斯坦進去又再出來 聰明應該是會一樣聰明 但大概也頂不了多久了 礦卡就是每天24小時不停的全速運轉 那操的時間就是一般卡的好幾倍 通常礦場應該都是N張卡在同時運轉挖礦 所以相對的他們那邊的環境溫度就會非常高 那卡就會更容易出狀況 所以千萬不要買現在的二手顯卡 另一點就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假設那些礦老闆當時買一張6萬塊 然後才過幾個月 那狀況看起來好的卡 應該也不太會願意用5折以下的價格售出吧 換句話說會低於當時5折價格售出的 那可能就是狀況不太好 或者是抄了更久的卡 現在不到3萬塊就能買一張全新又帥氣的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 真的不用為了省那幾千塊而冒這個險 如果你現在看到那種二手 然後卡量又特別多的賣場 真的別買 買了就只能送你兩個字 大眾計 市場的部分聊完了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看兩張卡的規格 然後還有實際評測的部分吧 先跟各位介紹我們這次的測試平台 CPU是Intel Core i5-12400 那雖然它只有六核心 但是遊戲的性能真的是讓我有驚豔到 那得益於Intel 12代的單核性能提升 i5-1240就算是在4K的遊戲環境 我也沒有見過它使用率飆升到100%過 稱它為現階段最高CP值的CPU之一 應該也是不為過 主機版我們這次選用技嘉的這張 B660M AORUS PRO DDR4 不到5000塊的售價就擁有12加1加1箱供電 實在是不太講武德啊 而且它也有USB3.2 Gen2x2 然後2.5G的網路 基本上什麼都有真的是超划算 不過我現在實在是有點後悔 早知道當時就拿B660M AORUS PRO AX DDR4 就是它多了Wi-Fi 6的版本 而且才貴幾百塊而已 有Wi-Fi真的是方便很多 記憶體我們這次是用Wi-Fi D50 DDR4 3200G兩條 這組記憶體之前也有開箱介紹過 就是一個字超帥 而且現在我個人覺得DDR4的記憶體 性價比真的是會比DDR5高很多 我們最近也有一部片是幫各位詳細分析 對比DDR4和DDR5的差異 歡迎大家去看看 硬碟我們這次選用了Wi-Fi的Legend 840 1TB 擁有5400的讀寫速度 對於日常使用來說相當足夠 然後它有不錯的價格以及五年保固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機殼的電供 我們這次選擇了NZXT套餐 然後之後還預計會搭配這張 Zotek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 一起和AMD的7000系列CPU主機板開箱 這款H7黑色機殼真的是超漂亮 黑化玻璃和優質的做工 應該很少人會不喜歡的吧 而這顆C1000就是大廠 1000瓦 金牌認證 全模 十年寶 那想湊一套NZXT的信仰機 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嗎 首先來看看RTX 3080 Ti 和RTX 3090的核心規格 他們的核心其實都是一樣的GA102 那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說RTX 3090的Coda核心 狠狠的多了RTX 3080 Ti 256個 白話來說就是幾乎沒差 那如果你說0跟256的話那會非常的有差 但是10240和10496 嘿 2.5% 那由於我之前買的這張RTX 3080 Ti是OC版的 所以這兩張卡的時脈其實也是相同的1695MHz 那這兩張卡到底主要差在哪裡呢? 沒錯 你應該猜到了吧 當然是差在主機板 最大的差異其實就是在於記憶體的部分 RTX 3080 Ti擁有12GB的GDDR6X記憶體 那RTX 3090則是直接翻倍 達到了24GB 非常誇張 搞不好哪天就有神人直接把他的作業系統裝到顯卡裡面去 那講完了規格差異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實際跑分吧 對 差異真的講完了 首先看到3DMark Time Spy Extreme的GPU分數 RTX 3090是9269分 那RTX 3080 Ti則是9436分 可以看到這兩張卡真的是非常的接近 而且接近到RTX 3080 Ti都還能不小心贏了幾分 那Fire Strike的部分 RTX 3090的分數是29471 那RTX 3080 Ti的分數則是3071 Horn Royale的部分 RTX 3090分數是12190 RTX 3080 Ti是12499 我真的沒有放錯 各位看一下 詭異的就是RTX 3080 Ti都會小贏RTX 3090 但是從這裡也能看得出來他兩張卡的跑分 不意外的都會是在伯仲之間 再來遊戲測試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把戰場拉到2K和4K吧 感覺FHD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挑戰性 搞不好他們兩兄弟覺得跑FHD的遊戲是在羞辱他們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到 史上最好玩的評測軟體 GTA V 在2K解析度下效能全開 RTX 3080 Ti的平均分數是109幀 而RTX 3090則是120幀 終於扳回了一些面子 4K的解析度下 3080 Ti平均幀幀數是60幀 而3090則為62幀 幾乎是在誤差範圍內 接著是CS GO 2K解析度下效能全開 RTX 3080 Ti平均幀數是510幀 而RTX 3090為476幀 4K解析度下RTX 3080 Ti的平均幀數是376幀 而RTX 3090則是371幀 接著我們看到Cyberpunk 2077 2K的解析度下效能全開 然後先不開光追和DLSS 3080 Ti的平均幀數是88幀 而3090則是89幀 4K解析度下RTX 3080 Ti的平均幀數只能跑到44幀 而RTX 3090則是45幀 在開啟光追之後一樣不開DLSS 2K解析度下3080 Ti平均幀數是41幀 而3090則是42幀 4K解析度下一樣不開DLSS 然後RTX 3080 Ti的幀數就只能跑到18幀 而RTX 3090則是20幀 幾乎就是看同影片的感覺 接著我們將DLSS開啟 2K解析度下效能全開 一樣先測不開光追 3080 Ti的平均幀數就可以來到114幀 3090則是有115幀 4K解析度下RTX 3080 Ti和RTX 3090都是同為63幀 最後我們看到一般人應該都會選擇的設定 就是DLSS和光追都開啟的情況 2K解析度下3080 Ti平均幀數是可以跑到80幀的 而3090也是80幀 但是到4K的解析度下差距就有點出來了 RTX 3080 Ti的平均幀數是45幀 而RTX 3090則是能保持在63幀 所以說如果想要流暢的玩Cyberpunk 2077 個人還是強烈的建議要把DLSS開起來 不然遊玩的體驗真的是會非常糟糕 可以看到在遊戲測試中 其實兩張卡幾乎是沒有什麼差距 因為通常遊戲都用不到那麼多的顯示記憶體 所以接下來看看應用測試的部分會不會有差異吧 首先我們先看到著名的3D繪圖軟體Blender的Blender Benchmark 我把測試的結果發在畫面上 各位可以看到幾乎是沒有區別 那我們再來跑個AI Test看看 3090的分數是40551分 3080 Ti則是39980分 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了 這兩張卡幾乎在我這次的測試中表現得是一模一樣耶 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對雙胞胎的散熱表現 我用Firmark跑4K的解析度10分鐘 那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80 Ti Trinity OC的平均溫度是78度 而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平均的溫度則是80度 看得出Trinity這個系列雖然不是Zotac Gaming的最頂級系列 但是它的散熱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 兩度的差異我覺得應該算是誤差範圍 或者是那個3090多的12G顯示記憶體吧 雖說今天的測試中 這兩張卡幾乎在所有的表現中沒有區別 但是硬體的12G顯示記憶體差別是確確實實的存在 只是現在2022年要感受到那個差異真的是要夠專業 可能需要更複雜的AI Training或者是3D建模之類的 其他的部分依照我日常使用幾乎是無感 所以像我這種平民百姓可能真的買到RTX 3080 Ti就夠了 未來不敢說 但是現在買到RTX 3080 Ti對於99%的人來說應該都是相當夠用 總結來說其實我覺得RTX 3080 Ti它不應該要叫做RTX 3080 Ti 它本質上根本就是一張RTX 3090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要叫做RTX 3090 Gaming 然後原本的RTX 3090改叫做RTX 3090 Workstation 不知道是不是老黃出的時候不小心把RTX 3090出得太強 不然現在的RTX 3080 Ti其實變成RTX 3090大家應該也不會發現 換個角度想 RTX 3090本來就是要定位在專業用途的 那如果小切一刀之後變成遊戲卡 好像其實也算是遊戲玩家的福音吧 打遊戲的話其實RTX 3080 Ti就真的非常夠用了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更專業的需求 加個5000塊就能多買到12GB的記憶體和256個Coda 我個人也是覺得非常划算 而且現在正是顯卡價格的低點 據說9月中Intel和AMD的新CPU也會出來 但40系的顯卡應該還不會那麼早出來 所以等等檔可以不用再等了 不要想你不買我不買明天降500 趁著9月換新機的時候入手一張新的RTX 3080 Ti 或者是RTX 3090我覺得都還是蠻香的 好啦影片結束啦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我們這次的分享加評測影片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不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也歡迎大家到底下留言 來討論看看你對於目前顯卡市場的看法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掰掰 你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乂似的 留下 MING April